今天给大家录一期Vlog Vlog就是我手中拿的这款GoPro黑5 然后你们觉得它怎么样 它的收音和它的这个画面感 它虽然非常的轻便 但是不知道它的效果是怎么样的 诶 哇我看到了一个包裹 看到了一个包裹 我把它给打开 我发现了一台GoPro黑7这么的棒 那我们今天来拆一下这款GoPro7 我们来拆箱一款这款GoPro7 4K60帧防水 10米防水 声控 触摸 然后GPS HDR Heper Smooth 防抖 这个超级防抖 是我这次买它的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据说是可以代替稳定器 然后它的收音功能是有了改变 我们来看一下怎么拆开它 非常的方便 这里面有说明书啊 然后里面非常的简单 一根数据线 两个这样的这种扣 和一块电池 这个就是我刚拿到的这款GoPro7啊 然后这款是GoPro6 两款的外观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那除了在这个色彩上前面面板的这个色彩上 是有一点不同的 整体的感觉 给我的感觉是一样的 这样你们看到我右手面的就是我主力的Vlog相机 6300和这个10到18上面加载的是罗德肉的V6 Mac Pro家的这款麦克风啊 它的是这个是我的主力Vlog相机 然后它的这个还是有点重啊 但是GoPro的话非常的轻 拿在我的左手面非常的轻 他们两个的这种稳定性 我觉得这个时候应该是GoPro要比我的相机要稳定很多 因为这个相机它虽然是镜头有防抖 但是6300它本身并没有防抖 我需要加载一个麦克风 然后提高它的收音 然后它防抖上的问题 那必须要用电子三轴稳定器 但是那个每次装卸都不太方便 所以说你们看 但左边的这次GoPro的升级 我觉得再两点 一个就是说它的稳定性 我觉得有很大的提高 另外是一个收音功能 你们可以感受一下 这两角到底有什么区别 当然了GoPro的画质要比这个6300要差了一些 但是我们做Vlog的都知道内容才是最重要的 然后多拍 然后才能拍到自己想要的这种东西 这个是需要不断的去练习的 你们觉得这个效果会怎么样 我来跑一下 是不是可以 有没有差别 就这样的效果 我现在拿在手里面的就是GoPro5 5代也是一个很好的产品 但是它的收音和稳定功能要比其差了很多 我来跑一下 是不是有没有差别 那这次GoPro7的一个升级 对于我来说 其实我是不太想去买这样一款设备的 但是它的稳定性和收音功能 确实是吸引到我 因为看了之前一些UP主的评测 我觉得这个是我如果用一个最轻便最轻便的 然后Vlog设备的话 那只能是GoPro7了 之前的5代它在收音和稳定性还是有一些不足的 但是在7代上 真的是我觉得可能是一款革命性的变革 不再需要那么重那么大的一些相机了 这样能保证如果你是一个视频经常拍摄视频爱好者的话 那你其实拿上一个GoPro就可以出去拍了 最起码能保证你最最起码的一个稳定和收音的质量 这个是我觉得非常非常棒的一个地方 那这也是我这次为什么选择升级它一个主要原因 那其他别的功能我这会还没有研究 那之后我会再做一个一些详细的对比给大家分享出来 大概就是这样了 那今天的今天的太阳好漂亮 那今天的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是虎哥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其实每次给你们说再见的时候 我都不想再见 因为总是觉得有很多话要说 因为我通过做自媒体后也认识了许多的朋友 然后当然因为我也发现了自己的很多的问题和不足 对于我来说都是挺痛苦的 因为怎么说呢 当你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 你想要做好一些事情的时候 你都会发现有很多很多的困难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是其实是非常痛苦的 如果你不做的话是最好的 但是我已经选择要去做了 像要已经选择去走这条路的话 我觉得我还是硬着头皮去做吧 坚持下来最好的 其实不太想给你们传达很多的负能量 那每个人的生活中 我们在看到的一些up主 他们其实我觉得所有人都不一定是完全开心的 总会遇到各种压力 然后各种事情 但是你要学会如何调整自己的情绪 调整自己的压力 那去好好的认真的去做事情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也是我非常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些内容 在之后吧 我处理好手中的一些事情 之前接的一些商业单 还有一些问题之后 那继续会给大家做一些优质的视频内容 分享给大家 希望能给大家有所帮助 那今天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 我是虎哥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GoPro很有趣是一款非常非常棒的机器 我觉得以后可能我会用它更多来拍一些生活类的内容 那就是这样的 OK我们今天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